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计数据中现实 美国现如今所拥有的航母舰队已经达到了11个编队之多 强大的海军实力确实是震撼着每一个国家 这也就给予美国足够的底气可以放肆地干涉国际事务 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是处于发展中阶段 一个不小心直接把美国的航母舰队引来自己的外海附近 那不会对自己国家造成巨大的威胁吗 我国最近几年在航母领域上可以说是小有箭术 改造了辽宁号航母还正在研制属于我们国家的002和003型航母 这一切都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的进步 那么美国都拥有了11个航母舰队了 为了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国家又应该建设几艘航母呢 辽宁舰长304.5米 宽75米 满载排水量达到了65000吨 最大航母32节 总马力可以达到20万匹 武器系统也是装备了我国多个型号最新款的导弹 以及有缘相控阵雷达 作为我国的第一艘航母 其实其已经处于了一个相对不错的状态中 未来的航母其实一定会在性能等方面 相比辽宁舰有一个质的提升 所以有关军事专家的预计是在我国大约需要7艘航母 三艘航母停留在港口中 三艘航母负责对外执行任务 还有一艘随时进行替换 这就可以基本维持我国领海的安全 还可以有针对性的派遣航母 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外交活动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由老兵说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期再见